既然提到了廣播電台 那也想要再請問一下主任 就是我們都知道 廣播電台有分成FM、AM 不過這兩者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另外為什麼當每當開車經過隧道的時候 訊號就會變差呢? 這是不是代表訊號有可能被干擾 甚至是被介入影響內容 一般AM我們叫做 Amplitude Modulation 也就是說我們的電磁波訊號 透過政府的改變它的大和小 來提供不同的資訊內容 那用數位的方式來看 可能就是你政府大就是1 政府小就是0 用這樣的方式把資料傳輸出去 那可是這種方式最大的問題會是 有很多的因素會影響到政府的強弱 所以有可能這個訊號的品質就會受到影響 那FM基本上在發展出來就是為了要克服這個問題 它主要就是用這個我們叫做 Frequency Modulation 那它會在一個訊號內 它有所謂的頻率高或低 摻砸在這個窄坡上面 頻率高的部分可能就會變視成1 那頻率低的部分可能就是變成0 用這樣的方式把資訊藏在整個窄坡上面 來讓這個使用者接收之後能夠去解碼 那經過隧道為什麼訊號會變差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電磁波在傳播的時候會有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就是當你波長是比較長的時候 你的折射和反射會比較明顯 可是你波長比較短的時候 你的折射和落射基本上就會受影響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主要是在隧道內 你常常在這裡面的訊號 可能就必須要經過折射或反射 進到隧道裡面才能被接收 那如果你是在波長長的部分 那基本上有機會可以進到隧道 可是波長短的時候 你基本上沒有辦法進到隧道裡面 就已經被衰減掉了 所以這時候當然你收不到這些廣播電台的訊號 自然沒有辦法收聽這些訊息 譬如說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要克服這些狀況 譬如說在雪山隧道 那你還是可以收到一些廣播電台的這些聲音 那並不是說代表這些電磁波 從外界就直接進來了 而是在隧道內其實有一些強迫器 這些強迫器把外界的無線電的訊號 把它放大了 讓你隧道還能收得到 在隧道裡